之後放理時打電話給我 記得那天是星期五下午 我駕車出街 放理時說 爪黃寧雨已經不行 要退營 不好 我叫放理時 給多個機會爪黃寧雨 在柳西蘭回來之後 跳了兩次都要達到電話師要求 但是對我來說 不如讓她跳第三次吧 因為三是我的幸運號碼 如果有好的走勢 爪黃寧雨就繼續跑 如果不行才退役 最後她好像火箭一樣跑回來 香港馬王爪黃寧雨 榮休寬送儀式 2月17日星期日 山田馬場